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台湾近几年来路跑活动相当兴盛 券商工会也连续第三年主办全民路跑 民众透过路跑活动不仅能强健身体 现场还邀来各大券商举办投资嘉年华 让民众可以进一步认识权政 一推出就受到热烈回响 限额8000名已经全数扫空 路跑活动风靡全台 今外名跑者齐聚一堂 开跑前就先来个活力热身超 当然小孩轻松扭腰百吞 要让全身筋骨动起来 开赛名枪后 众人起立迈着步伐用力挥洒汗水 广阔的河井尽收眼底 两旁还有热情的加油团 努力为跑者加油呐喊急掌打气 甚至连财神都难挡着魅力 准备元气巧克力一同参与这盛大赏宴 而这大家真相报名的全民路跑 已经迈路第三年 今年将在11月6号热闹登场 限额800名已经全数而满 而这活动的背后推手竟然是全商工会 让参加者可以透过活动来了解 这个全镇这个投资商品 那么原则上 因为路跑的 大概也都是年轻族群比较多 那么全镇这个商品 因为它所需要资金比较少 那么杠杆又多 杠杆倍数高 所以很适合年轻族群 活动中只除了动动身体 长保健康之外 为了让全民进一步了解全镇 这一次主办单位还打造投资嘉年华 找来各大证券业者设置游戏摊位 还准备了数位互动等多项体验 就连地点设置都很用心 这次活动是我们是在大台北都会公园 那么这边是衣山傍水 景色非常漂亮 那么沿路上可以看到观音山 大屯山或是阳明山之类都可以 还有这个山跟水结合在一起 非常漂亮 主题特色路跑不仅提供投资教学 又能带动观光 更能提升健康 为跑者们留下美好回忆 这有廖文林秋强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